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美國聯署局上星期加息四分一來 本港銀行亦都更加百分一來 加息之後的第一個週末 加上暴雨警告都影響體樓活動 過去星期六日 一二手市場都是得零升的成交 是今年以來最剩的週末 先看二手市場 四大代理行的統計都是按週全線下跌 過去週末的成交量只有個位數字的水平 其中中原只有兩宗成交 按週大跌八成半 是近11個月以來的新低水平 多個藍籌屋苑都要捧蛋 只有黃布花園和影灣園 各自錄到一宗成交 其中影灣園的業主次貨14年 大賺超過500萬離場 單位在6座中層 是實用面積729呎的三房單位 做了810萬 匯方每一呎11,000元左右 屬於市價成交 原業主在2009年以274萬萬入單位 轉手賬面獲利500多萬 單位期內升至近兩倍 相反一些持貨只有幾年的業主 就要虧讓沽貨 元朗本身本遵移 有業主因為急著換樓 不惜虧讓沽出開放式單位 同時都是屋苑的第一宗開放式互成交 買家因為見到業主都願意虧讓 在兩天之內看樓兩次 就用375萬買入單位 而實用面積200多尺去計 維護每一呎15,700多元 原業主在2019年 用397萬買入單位 持貨接近4年 轉手賬面虧22萬或百分之勞 另外雖然新一期的居屋 即將在今年年終接受申請 不過二手居屋都還有捧場客 份領家成員有百居易的買家 用272萬買入一個一房單位 實用面積435呎 圍花每一呎6,253元 原業主組在1995年 用67萬買入單位 賬面大賺超過200萬或3倍 轉看一手市場 由於過去的周末 未有全新盤開售 市況同樣淡淨 只有大約18宗的成交 按週大跌接近9成 成交來自不同類型的新盤貨美 就像一些中世界的物業 有粉嶺溫Innovel Cabana 和屯門飛揚第一期 同樣有3宗成交 而大賣物業就有長生環的維港會議 雖然只有2宗成交 但就為發展商吸金3869萬 在現在的市況之下 新盤定價通常都不會太過進取 由新底發展的白石角University Hill 第二B期 繼上星期五公佈第一張假單之後 過去星期日再加推2號假單 涉及115伙 購除最高的折扣優惠 整批單位的折扣平均尺價 是16,168元 和第一張假單差不多 折扣樓價由332到892萬 近批單位都是包括第一次推出的開放識戶 同時都是項目的入場單位 在優景里的二座一樓A6室 實用面積218呎 折扣樓價是332萬 為每一呎15,200多元 另外由長實發展的明日九土山 獲批滿意指即將進行收樓程序 發展商亦更新價單 削減4%折扣優惠 星期四發售29火 今集時間又到了 我們下集再見